人民的笑声是献给党九十岁生日最好的礼物 殴割着人民新生的中国曲艺 用古老传统的形式讲述着春天的故事 描绘着世事的变迁 此时被称作家庭第四股强的新兴媒体电视开始窜红 这让中国曲艺既面临着新的挑战 也迎来了新的机遇 电视文化改变了曲艺的整个生存形态 曲艺原来只有一种就是现场表演的形态 那么现在它基本上是通过电视的可能性 怎么样和电视的适应磨合中间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 那么曲艺怎么去面对 曲艺人开始在电视领域大胆尝试 纷纷亮出自己的绝活 话剧演员王景瑜表演的雅剧《吃鸡》 使他一夜之间红遍全国 马济一直是探索曲艺和电视艺术结合的先行者 在发展探索的路上 他总有惊人之举 那三百块钱还要什么支票 对 三百块要什么支票 而出生牛族不怕虎的粉拱和牛群 正是在这个新舞台上脱颖而出 三百万是整部影片的投资 到你这儿就三百块 你下来 我摔死你 我干净 中国曲艺人在与电视媒体结合的发展之路上 记忆越来越娴熟 手法越来越多样 这是什么 那段时期 有许多曲艺家在电视屏幕上开风气之先 1985年 田连元录制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开了电视评书先河 而他还追求新潮 脱去长袍大褂 穿上西服 开说杨家将 我相信要开始穿中山装 后来穿西装 这一点 当时很多人颇有非议 和当年侯宝林说相声穿西装一样 着西装说书的田连元 惹来了不小的争议 当时的曲邪主席洛玉生为此 还专门找他谈话 开门会我过去了 我说洛老什么意思 你呀这评书啊 我听了说的真不错 就有一样 我给你提点意见 我说您说 您说 你呀应该穿大褂 你不穿大褂穿西装 没见过这么说评书的 我说好 记着了 我说穿大褂 其实继承传统与探索创新 都是推动中国曲艺向前发展的原动力 从侯宝林到马迹 从洛玉生到刘兰芳 都是在继承传统与探索发展中 成为了曲艺大家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换来观众的笑声 有一句话说的好 叫声书熟悉 听不腻的曲艺 曲艺是永远听不腻的 就是因为它植根于广大群众当中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当代中国迅速迎来了一个生活 消费与娱乐多元化的新时代 多元化的社会环境 迅速分流了曲艺的观众和市场 中国的经济大潮 让中国曲艺人有些猝不及防 无从面对 特别是外来的东西 音乐的 舞蹈的 这个现代的 当代的中种文艺 一下拥入了我们文化市场 这样呢 把很传统的曲艺挤在一个角落里 商业大潮 一股脑的就推进来的 推到我们面前的时候 我们一点准备都没有 所以呢 就现在我感觉到 我们的这个曲艺艺术本身呢 简直是脆弱的 不能再脆弱了 在多元流行的喧嚣幕布前 中国曲艺发展的步履放慢了 和前门大事烂商业街上 人流如知的红货场面相比 建于北京最老戏园 广格楼旧址上的前门小剧场 有些冷清了 这块五十年代曾因上演北京曲剧 而文明侠耳的曲艺宝地 也开始变得风光不再 这故事发生在浙江航狗湖 舱前正是鱼航线的地面 80年以后 到后边的一阶段 这曲剧就觉得没法排了 因为你排完之后演不了 一演吧就是属于赔钱 就是属于这个也没有市场 和北京曲剧一样 当年万人真看的北京秦书等曲艺形式 也同样置身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尴尬窘地 两个看完以后 我记得是在前门小剧场 演出的话 一个剧场 那做俩仨人 就是观众可能还没有 没有你台上演员多呢 或者半场座 说五百人厂了 你才有二百人做 你还不够那店钱呢 宝贝 小狗 宝贝